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比斯给自己戴上简陋的口罩 手套等装备 然后将学生妹开膛破肚 往里面倒入浓硫酸 阵阵白烟冒起 女孩的内脏被融化 男人也跟着自杀了 楼下的小夫妻在经理的带领侠去看房子 恰好碰到了楼内的住宅客卷毛男 她与妻子一同住在这 但本应去上班的男人却来到了15楼 也就是学生妹所在的房间 看见女孩的尸体她吓得靠在墙上 用手帕捂住口鼻 立马离开了 而在她家中 她的妻子短发女发现丈夫的不对劲 欢迎她得了病 但男人最讨厌医生 她毫无办法 只能喊来朋友直发妹出主意 正好楼下有个医生可以喊上来帮忙看诊 而此时的医生发现了学生妹的尸体后 立马报了警 随后 她接到了和比斯的同伴打来的电话 医生便找了过去 才知道他们正在做器官移植的研究 利用寄生虫来取代器官 学生妹就是和比斯的研究对象 但研究显然出现了问题 男人才会杀掉学生妹和她自己 但同伴对这些一无所知 还在试图说服医生入伙 另一边卷毛男匆匆离开公寓后 直接去了公司上班 他躲进办公室内 没过一会儿就有客户打电话找他 前台给他打去电话 却无人接听 只好来到男人的办公室 打开门却发现 卷毛男站在办公桌后 一动也不动 嘴角还流下了一丝鲜血 他担忧地上前把人扶着坐下 想帮忙叫救护车 却被卷毛男强硬地撵了出去 随后男人回到了公寓 颓丧地坐在沙发上 突然他倒在地上 嘴一张一合 却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嗓子 只能发出干哑的声音 卷毛男跌跌撞撞地来到卫生间 趴在浴缸边呕吐 吐出了好几口血 男人随后擦掉血后来到阳台散心 却又吐了起来 正好吐到留下散步的两个老太太的伞上 他们还以为是撞到玻璃的小鸟 没发现 那实际上是一条大虫子 活泼乱跳地钻进草丛里 顺着下水道爬进洗衣房 躲在一台洗衣机里 一个大妈来着洗衣服 发现旁边的机子上有一道血痕 她十分的嫌弃打开了洗衣机 寄生虫从里面扑了出来 直接咬到她的脸上 有人尖叫一声倒在地上 而虫子从伤口处钻进了她的身体 渐渐地大妈不动了 与同伴告别的医生回到诊所上班 在与短发女约好时间后 她接待了一个老头 老头身体状况看上去 与卷毛男很像 但没对方严重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辽波女人 老头便怀疑自己的病 是从一个年轻女孩身上感染的 因为对方有着相同的症状 这个女孩就是学生妹 被何比斯当作培养寄生虫的研究对象 医生已经从同伴哪知道了他们的事 便让老头去医院照个激光 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离开的短发女回到了家 却发现家门没关 屋里漆黑一片 只有打开的冰箱处传来光亮 她路过时被吓了一跳 卷毛男竟倒在冰箱前 她连忙跑过去给人擦血 然后把人扶进卧室 没注意到 有一条血痕衍伸到了门口 而在楼道内 两个小孩子本想要做恶作剧 却突然看到一条恶心的虫子 正往外钻 吓得连忙逃跑 在床上的卷毛喜悦地看着肚子内的凸起 看样子像是知道自己身体内有什么东西 听到妻子的声音 她连忙不再动弹 还将人赶走 短发女伤心地离开了 另一边医生在送走老头后 开始搜集资料 恰好同伴打来电话 她对和比斯的遗物进行了整理 把从里面发现的信息都告诉了医生 两人约好在卷毛男家见 一起来研究这件事 与此同时 直发妹正享受的泡澡 没发现一条寄生虫 从浴缸的孔洞中钻了出来 咬上了它 很快浴缸内的水被血染后 女人尖叫着倒向水里 得水接近流完 直发妹从里面走了出来 丝毫不再已掉到地上的碎杯子 起身离开了 楼下一个适应声推着食物上楼 她路过大妈的屋子 里面的女人突然打开了门 晃了一身装扮的她 瑟瑟盯着眼前的男人 忍不住扑了上去 硬生生将人给拖了进去 在所有人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公寓内开始发生混乱 博士正坐着饭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她发现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变好心地看看能不能帮忙 没想到男人静止朝她扑了过来 她赶紧想关门 却没来得及 男人闯进来 四四压在她身上 为了自保 博士拿手中的刀捅向了男人 然后飞快地跑去找医生 医生正准备去卷毛男家 看见护士前来 赶紧安慰他 并来到他家查看 本应倒在地上的男人 已经消失不见 只有残留的血迹 招使着有人曾倒在这里 地上还有一点点碎肉状的东西 医生小心取了一些样本 旁边突然有东西掉下来 他抬头一看 才发现是护士 还好是虚惊异常 医生准备去坐电梯 却碰到了一对老夫妻 之前两人搀扶着走在楼道内 老太太突然发现 有条幽黑的虫子 正顺着她的拐杖往上爬 两人十分的疑惑 就在这期间 肉虫已经爬到老太太的手臂上 咬住她 有人倒在地上 她的丈夫 两毛用拐杖扒拉开虫子 用力砸着她 然后急急忙忙下楼 两方正好碰见 医生看着老太太胳膊上的伤口 让护士去处理 并交代她躲在家中 不要给外人开门 随后匆匆离开 而在另一侧的电梯里 一对母女正在里面 专心看杂志 门突然开了 随后是应声闯了进来 满眼充斥着欲望 她压在女人的身上 直到电梯门关上 阵阵哭喊 隐隐从里面传来 在家久等一声 不来的短发女 突然听到丈夫的呼唤 她走了进去 却发现男人的行为 很是奇怪 满脑子都是这种事 还强行逼迫她 女人很不安 想要离开 却被打了一巴掌 她只能屈服 在抚摸到丈夫的身体时 她吓得大笑一声 却被男人死死压在床上 短发女找到机会 跑了下去 找借口离开 她哭着跑到卫生间 原本平静的男人脸部 再次颤抖起来 一条肉虫从里面爬了出来 短发女再次哭泣着离开 她跑去找了好友直发妹 与此同时 医生匆匆来到垃圾厂 翻找着被打死的寄生虫 刚拿着铁管 将找到的虫子挑了出来 一个光头男人 突然扑到她身后 将人压在附近 两人打了起来 光头人高马大 很快将医生打出了血 扔到地上 但医生手持铁管 她重重地挥起来 将光头打倒在地 连忙起身往楼上跑去 与此同时 正在一楼坚守岗位的保安 发现电梯不对劲 便过去查看 发现女人倒在地上 女孩则呆滞地 咬着手中的东西 侍应生则在一旁 玩着她的头发 保安吓傻了 连忙后退 但男人已经冲出去 将她打倒在地 身体压在她上面 随后母女俩先吼出来 母亲帮忙按住人 女孩子来到保安的面前 缓缓靠近了她 嘴唇也压了上去 另一边 护士带着老夫妻 躲在家内 K老太太 包扎好伤口后 三人一起看 无聊搞笑的电视 但之后一个 不知名的人 切断了电线 屋内电视声音停止 他们便听见 外面传来女人 残叫哭泣的声音 护士透过猫眼去看 观察了一会儿 她滑上门 准备打电话报警 却发现电话 根本拨不出去 心急的女人 直接打开了门 跑了出去 她喊着医生的名字 一路跑到地下停车场 内的垃圾助理场 一不小心 被绊倒在光头的尸体上 护士站起身 惊恐地看着 满手的鲜血 吓得张大了嘴 而医生则跑到了大厅里去 她先强硬地 让经理去报警 随后给护士家 打去电话 得知女人不在后 她让夫妻俩 待在里面不要出门 便再次跑出去 去寻找护士 刚结束完通话 一群看起来呆傻的人 便来到了护士家门口 用力地敲着门 夫妻俩疑惑极了 傻傻地看着门口 很快大门被撞开 这群男女老少 都有的人闯了进去 夫妻俩很快 成为他们的一员 护士从垃圾场跑出来后 随便在停车场 找了辆没锁的车 想要离开这里 却发现大门紧锁 车也出现了问题 她打开车门 一个男人立马闯了上去 女人大声哭叫着 没上流下来的血迹 连忙跑了出来 听见护士的哭喊后 她掏出枪 瞄准那个男人并打死了她 然后把尸体挪出去 打算撞开门逃离这里 但枪声惊动了 停车场内的另一个人 那个人也上了车 飞速冲了过来 将医生他们撞到墙边 车窗被撞碎 医生从里面爬了出去 随后把护士也拉了出来 两人搀扶着离开 经理也跑下来找医生 他碰见了另一家住户 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 男人将两人骗到自己办公室 里面正有几对紧紧抱在一起 见到他们连忙扑了上去 经理也不甘示弱地准备加入 看来经理也已经沦陷了 另一边的短发女 趴在直发妹身上不住地哭泣 没想到 好友也提出和丈夫一样的请求 本就心里苦闷的女人 这次没有拒绝 两人亲吻在一起 而一个东西 顺着喉咙滑进了短发女的体内 他们的亲吻更加热烈 医生带着护士离开后 找到了一个地方 准备躲一会儿 等待警察的到来 还不知道经理已经沦陷 不会有人来支援 同伴也终于来到了公寓 他来到卷发男家 发现房门被打开 而医生并不在里面 他在屋内乱转时 看到了卷发男 男人盖着被子 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 肚子处还上下起伏着 同伴小心地掀开被子 没想到 那里已经变成了虫子们的温潮 虫子们破土而出 他好奇地凑上前 一条虫子飞扑向他 男人瞬间中招了 他哀嚎着找到工具 想要砸死虫子 卷发男却突然睁开眼睛 控制住同伴后打死了他 躲起来的两人聊起了天 没想到 护士也已经被传染上 他们慢慢靠近医生 虫子从他大张的嘴里蠢蠢欲动 男人一拳将人打晕过去 又找到了一个布条 捂上他的嘴 才搀扶着女人出去 刚走出没两步 一群被感染的人 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 狭窄的过道里 医生找准时机突破虫尾 终于来到卷发男的家里 一进去就看见同伴 满身是血地倒在地上 而卷发男还压在他上面 医生直接开枪将人打死 随后丢下了枪匆忙离开 却发现 四处都是被传染的人 他被两个男人堵住 医生连忙躲进一间房里 屋内还有对妇女 他赶紧离开 四处找着出口 最后他跑进了泳池 里面有几个女人正待在水里 看着对方距自己有段距离 他便没放在心上 轻轻拍打着玻璃 发现有一扇门没锁上 他松立口气 从里面跑了出来 却发现周围全是被感染的人 他被包围了 医生只好又跑了回去 他来到泳池边 被直发妹抱住了腿 男人被推进泳池 一群男男女女包围住他 波士深深地吻着他 医生同样被传染了 最后被感染的人 开着车离开了公寓 一辆又一辆汽车开走 寄生虫将继续蔓延整座城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不死人的丧尸片 所有被感染的丧失满脑子 只有那方面的欲望 仅有的几个死人中 还全是人类杀死的 总之本片血腥镜头并不多 只是寄生虫比较恶心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世界和你下期再见 Muah Muah